又有一位艺人自杀了,不过好在这一回,抢救的及时,并没有面称悲剧,事情是叫沈道。 28号的时候,刘雨昕发了一条在医院住院的微博,照片中的她,插着管子,面容憔悴,正好之前有网友爆料,有一人在横店拍气势团安免料自杀,这事就这么顿上了,天哪! 正嗨着戏却选择自杀,这得多想不开,实在让人想不到,这姑娘的心理抑郁,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,再联想到之前的出轨事件,立马,张萌和刘雨昕的老公,也被推上了热搜,网友们纷纷心疼刘雨昕这些年的悲惨遭遇。 这一桩桩,一件件夹起来,更是让他们对张萌和那家男口住笔伐,张萌的微博上,已是骂声一片,在刘雨昕的回应里,她表示都是因为她自己,与她人无关。 但有些话语还是触目惊心,要靠任务才能睡着,安静的时候就想捅自己几刀看看自己是否还活着。 在回应中,她还羡慕地提到了张萌雨昕的婚礼,希望有一天也能找到真心爱她的人,正好张萌雨昕的老公,也在热搜上挂着,同样的名词,不一样的境遇,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 其实刘雨昕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,她内心特别敏感脆弱,又是着黑体质,每一次关于她的消息,总是一些不好的事情。 最近一段时间,从微博动态,就可以看出来,她是真的很消极,每一条对关心她的网友的回复,大多都是累了,太难了,最让人心疼的是,她自杀之前,已经为自己的女儿留好了后路,而且走的时候特别的平静。 看得出来真的是爱莫大雨昕死了,不得不感叹,这姑娘这些年的经历,实在是太惨了。 她刚走红的时候,名声一直不是很好,关于她的黑料也是一大堆,她穿裙装参加活动,全程险些走光,于是全网开始抵死她的暴露照。 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当时正在哺乳期,参加中国新跳跃,明明刘雨昕表现得很拼命,旅途奔波又约上生理期,她还是依然决定下水挑战。 但大家又照着她腹部的认身文不放,怀疑她生过孩子,当然,被议论的最多的还是整容,直到她女儿的照片被保,大家才相信刘雨昕并没有整容。 这大眼睛,肩下巴,母女俩简直就是一个母子,验出来的,由于新出道以来,出演的作品也不少,最让人印象深刻的,是步步惊心里经历古关的名誉格格,还有远的要命的爱情里,三观超正的中国好闺蜜飞飞,照住彩虹的男人里,坏的让人牙痒痒的大反派露曼, 她还连着三次上了春节莲花晚会,曾演唱亚洲曲目南昂今宵,这颜值,这气质,简直美爆了,仔细想想,寻美出道的刘雨昕,念一只鹿其实是大写的励志,但无论在怎么努力,她每一次上热搜,必定伴随着非议,直到因为综艺节目《主果爱》,张萌和刘雨昕老公李萌,的一系列出货事件,一点一点的被扒出, 当时张萌竟然只发了一张,朝整一位十足的白眼罩,然而,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她也郑重的向刘雨昕道了歉,她承认当小三的事实,趁自己也是遇到了渣男,虽然刘雨昕选择了宽容,在耐人寻微的是,现在张萌已经把道歉的微博删了一干二净,当然,以上这些都不算什么,真正让网友站在刘雨昕这边的, 是她在微博小号上一次一句的控诉,和渣男结婚后,放弃所有工作,流产两次,迎产一次,生了女儿之后还要忍受背叛,欺骗和家暴,最可怕的是那渣男,还因为乱玩得了性病,真体M是个不折不扣的死渣男,自从有了出轨事件,刘雨昕的小号背吧, 网友们纷纷开始心疼她,大家都说她尝了一张表气脸,实际内心是小白兔,仔细想想,她还真是张欣宇,曾经在采访中,说过的聪明面孔奔都长,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全部给了一个男人,换来的反而是背叛,她还要默默忍受那么多的悲意和诋毁, 这样的刘雨昕,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,好在后来,她获得倒夜平静,和女儿相依为命,偶尔开启工作,母女俩的日常温馨又可爱,只是没想到,这一回她抑郁症加重,竟然选择了自杀,从小到大,刘雨昕经历了太多的苦,努力工作却总是脏黑,还有朋友的背叛,感情的失败,工作的不顺, 现实早已经把她打得遍体鳞伤,千穿百口,从来都只为别人活的她,唯一一次想为自己而活,那就是选择放弃一切,自杀,但善良的姑娘,你要知道,还有那么多关心你的人,人生不如意,十有八九,为了家人,为了自己,生活总是要前行,她说,当她醒来之后看到爸爸因为抱着她跑去医院, 而扭伤了腿,她就特别的自责,所以,她选择坚强,在她最新的动态中,可以看出心态已经接机了很多,阳光照常升起,要笑,要开心,要工作,为了不再,让爱你的人担心害怕,要快乐,要坚强,要加油,佩图也不再是孤独的小丑, 而是孤独的小女孩,是啊,这个世界缺少一个你,太阳依然照常升起,而敌人只会更嚣张,但恰恰因为你的存在,亲情,友情,一切都变得有意义,我相信,能日火重生的都是英雄,最后,借用网友的一句话,生命是你自己的,不要随便为谁而选择结束它。 对不起,不要随便。